轉換成Excel裡面的資料 Json怎麼樣轉換過來 首先我大概DEMO一下 這個地方第一個 待會就開一個空白的一個 這個Excel的活躍簿檔案 首先我大概講一下 後面的部分的話大概會有幾個步 第一個一樣就是把舊的資料清空 那等一下的話 因為我需要先把Json的資料 從網路上抓下來 那抓下來的話 當然之前我們都用Queries Table Queries Table的話 它針對Json是有問題的 沒辦法 那當然你新的版本 2019以後的版本 用了新的物件叫Queries Queries是可以做到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用的版本 並不是最新的 所以它就沒辦法用Queries物件 而且Queries物件我也不是很喜歡用 因為它程式碼真的一大堆 而且沒有很有效 這個跑的其實好像也沒有很快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不是用那個 2019的版本 那如果我要自己寫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後面會用到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很重要 也這個物件名稱叫XML HTB物件 其實它的角色主要是什麼 先把那個Json的原始 的那個什麼文字檔 直接把它載到Excel 所以那載的方式其實很簡單 第一個我們先用Queries 把這個物件先載進來 給它一個名稱 也許物件名稱叫HTB 然後給它一個網址 就是後面這個網址 基本上就是我們剛剛呢 在那個有沒有 剛剛P2.5那個地方 把它貼過來的 這邊這個網址 其實指的就是我們剛剛在那個 我們這邊選 有沒有這個網址 Ctrl C 然後把它直接貼 貼到這裡 有沒有 所以利用這個物件 它裡面有個方法 就是Open 然後呢 它的那個 模式用Get 然後把這個網址貼上 OK 後面加一個False 就是三個參數 這樣的話 它就會幫我把上面的原始碼 就是這個原始碼 把它抓下來 有意思啦 抓下來之後的話 我們再做個解析 所以 把這個資料抓下來之後 然後後面用個方法叫Send Send的話意思就是說 把這個訊息傳遞給主機 跟它講說 我需要這個連結裡面的資料 它就知道說 它會丟回來一個Response 所以你會發現 物件後面加一個Response.test 就是剛剛我們在網頁上面 看到的這些資料 有沒有 就原始這麼多資料 它就用一個Response.test 幫我們把資料給丟回來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丟回來的話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解析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解析 這裡的話我會用到有一個叫什麼 叫Path-Jetson 的一個方法幫我解析 這個東西的話是外掛的 所以待會兒 可能要請大家先幫我安裝 額外的這個模組 大概會有兩個動作 你做完應該就OK 那底下的話就是把這個原始碼 經過這個模組 人家已經寫好的 然後呢 丟給一個物件 那把這個物件裡面呢 取得它的key key叫recourse 所以它整個 還記得吧 裡面不是有個key叫recourse 所以呢 我把它整個裡面recourse抓回來 然後recourse裡面後面有70 它本身是這個啦 它裡面有10個key 那10個key裡面有一個key 叫做recourse 就這個 所以我們就抓這個recourse recourse裡面總共有78個item 那我就把這個78個item 加一個回圈 有沒有 for each的回圈 然後把它裡面的item 一個一個的讀過來 然後再去解析 那還記得吧 它裡面總共有 五個key有沒有 把它展開來 它的key 第一個key是這個 後面帶它的value 所以我只要給它key的名稱 它就會幫我把後面的value傳回來 那傳回來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丟到每一個欄位裡面去 所以第一個欄位就放A B C D E 一直類推 那後面的話 加1就是讓它往下放 那後面I等於2的話 意思是從第二列開始幫我放 那第一列的話呢 其實就是什麼 藍位名稱 我把它跑一下好了 OK 執行一下 有沒有 complete 一下就下載下來了 那至於這個怎麼做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我是找到一個相對簡單的一個方法 那第一個的話呢 請各位先開一個新增一個空的好了 空白的活躍布 先把舊的先關掉 因為這個可能會需要做賄賂那個 第二步的話到開發人員裡面 首先當然之前我們是先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寫程式嘛 不過在還沒有寫程式之前 各位可以看一下 我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幾頁啊 這邊 第九頁的地方 Jason這個單元 裡面的話呢 有一個就是 需要賄賂這個啦 叫Jason Converter 的一個模組 那這個模組的話 其實是從那個網路上找到的 也就是網路上有一個人 已經幫我們寫好了 這個網站還蠻妙的 叫做Coding in Love 就是 Coding 就寫程式嘛 It is love OK 所以這個人呢 其實非常熱愛寫程式 OK 他已經把寫程式當成一種談戀愛的感覺 上面那個圖 這個 這個人其實還蠻妙 那因為他為了要幫大家解決 轉換這個Jason格式的問題 在Excel裡面 所以他已經幫我們寫了一個模型 而且這邊有一個說明 他說你如果要使用的話 那就是按照他的步驟啦 不過他這個步驟是說 而且他還有這個圖啊 第一步呢 請你匯入這個BAS檔 有沒有在這邊 他這邊有圖示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再把這個什麼呢 叫做Microsoft Screen Runtime 這個要打勾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要做兩個步驟的設定 接下來的話呢 就寫程式 就OK 就可以把Jason 把它轉到Excel 那這個方法我是覺得 算已經算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來做示給各位看一下 首先的話請各位呢 先去下載 下載什麼 在雲端白板上面 記得喔 我先幫各位把它抓過來了 那第一個要先把這個模組 先下載 所以喔 請你找到雲端白板 最下面這邊有個叫什麼 Jason Converter.zip 對不對喔 然後把它下載 下載的話呢 你其實可以按右鍵下載啦 或者是說你把它點 點開來這邊有下載 好啦 反正下載之後喔 第二步的話呢 他就下載完成之後把它打開 然後它這個壓縮檔 我下載太多個 我把它 這兩個刪掉好了 OK好 就這一個 那按右鍵呢 把它解壓縮出來 欸 好像已經解了 等一下 我把它感受力一下 OK 刪太多 我把這個先 假設下載的話 是這一個好了 按右鍵 我把它解壓縮全部 解到這邊來 OK 好 那我已經把它解出來了 所以待會的話 我需要把這個 jsonconverter.bas 記得喔 把它匯錄到哪裡 匯錄到這裡喔 所以喔 接下來的話 下載完之後 請你切到那個 Excel裡面的這個 VideoBasic裡面 然後按滑鼠右鍵 找到一個匯錄檔案 把剛剛的這個喔 在下載裡面 會有這個解壓縮的資料夾 把它打開 這個時候模組裡面 就有它了 第一個step成功 OK 所以第一個一定要看到這個東西喔 如果你沒有這個東西喔 你要執行剛剛的那個方法 就會失敗 OK 第一步喔 那第二步的話呢 接下來喔 設定的就是 引用剛剛他提到的 叫做工具裡面的 叫設定引用項目 那請你找到 有一個叫Microsoft 所以M開頭的 它是應該按照順序排列 所以Microsoft 然後一個叫什麼 Screen S開頭 再來就S 所以你往下找 它按照順序排嘛 OPQS有沒有 然後裡面有個叫 Screen Team Run Time的這個 這要把它打勾 這個如果沒打勾的話 那也不能Run 所以這個是第二步 這個是第一步 先匯錄 這個是第二步 按確定 好 這樣子 完成之後的話 再來的話 請你在模組 再新增一個 插入一個模組 叫Module 1 寫程式 OK 那待會的話呢 我們就要利用 那這個寫完的程式 如果你要找 你可以先拿 我雲端上面的 這邊應該 我剛剛寫的那段程式喔 是把它寫在這裡 這一段 有沒有叫 Essal Justin Recourse 這個 有沒有就是在雲端板 第十二一個地方 這個Sub 到End Sub這裡 把它Ctrl C 然後把它貼上 就這一段 OK 那這樣應該就可以Run 我Run一下 各位看一下 欸成功 有沒有 它就可以把它 那待會我們再來解釋喔 為什麼它可以這麼快就幫我把 Json的檔案做解析 OK 那你們先開一個空白的 記得喔 這個把它匯度 那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